需要什麼樣的講法 他就怎麼講 可是寫文章不一樣 寫文章是自己有所心得 然後把它筆記下來 或者是說自己看書 有什麼樣的體物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那個時候 可能是當下之民 所記錄下來的言論 所以寫的文章看起來 就比較深 引經句點 讀起來會比較 要有深度一點 那麼老前人的書裡面 這兩種文章統統具備 也就是說它有演講的 也有自己的心得感悟的 那所以 我們依照 老前人的這個經典 老前人的教戒 來修行 那這樣就絕對是沒有錯誤 我們現在呢 道場的一個現象 那就是說呢 寫文太多 那寫文是先佛留下來的 先佛留下來一定是最好的 一定是呢 最圓滿的 一定是最珍貴的 可是呢 在老前人歸空之後 天命已經不住持了 真正有天命的長者 不在這個人世間了 那所以呢 老前人在還沒有歸空之前 先佛就曾經講過 大德者不在了 以後再來講話的這些先佛 再來批軍的這些先佛 你們也不曉得 他到底是佛 到底是魔 到底是山洋水怪 還是聖賢菩薩 你也不曉得 你說依禮而修 依禮來修 那麼可是呢 你這個依的禮啊 你怎麼判斷是真偉 是虛妄或者是真實呢 人的智慧 如果沒有達到像君子這樣子 沒有達到像阿羅漢以上的 這樣的一個智慧啊 你沒有辦法辨別真偉 所以即使魔來批訓啊 我們也可能認為很有道理 但是很有道理啊 不一定呢 適合我們現在眾生的根性來做 那所以呢 這個呢 一定要非常的謹慎 那老前人的 的這個遺書裡面啊 所以他留下來的經典之中啊 有這個講道集 有這個講道的集要 有演講集 有真言集 有這個雨林雜記等等啊 這些都可以讓我們來根據 讓我們來這個深入探討 所以要知道 道的寶貴奧妙 其實呢 我們就從最可信的 老前人的這個 老前人的這個 的這些經教啊 那就是最好 那這個真言集成裡面啊 老前人已經摘入了很多 這個古時候聖賢人所講的話 所以在這些聖賢人 所以在這些聖賢人 所以講的話 你可以把他 一一的研究透徹 那就已經不簡單了 所以 我們道之中子啊 也是希望能夠 以著老前人的這樣的一個精髓 他的一個精神啊 那他的這個文章的一個敘述啊 來講述給大家聽 哦 這樣的道之中子呢 我們就不是呢 啊 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雖然道呢 是無量無邊啊 無處不是道 可是呢 你總是要有一個 真理的依據 那麼我們今天 最好的依據 反而不是訓聞 反而是呢 老前人在留下這些經書啊 哦 訓聞呢 生者見生 錢者見錢 然後也有文言的 也有白話的 巧妙雖然不同啊 但是呢 必須自己去悟啊 那有的人呢 根性沒有那麼利 他也看不懂 甚至呢 他也悟不來 那所以 后學建議呢 大家應該呢 多讀老前人的書 哦 白水老人所留下來的這些經典 好好一個字一個字來咀嚼 哦 那他今天呢 他講的這一篇 得道 明道 明道 修道 不斷道 結果才能成道 那麼得道 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得道 至少我們都是在老前人之前求過道 那麼老前人的天命是無庸置疑 那麼老前人之後才求到了 那麼誰也不敢講 各有各種說法 那既然各有各種說法 我們就暫時不要去考慮這個問題 你看那個孟子 孟子是學孟子的 那孟子的老師是誰呢 孟子的老師啊 是子師的在傳弟子 所以孟子跟子師也沒有見過面 那子師呢 跟這個孟子 雖然有見過面 但是呢 到底是不是孟子把這個新法傳給子師的 這個我們也沒有辦法理解 從孟子的例子 我們可以知道說 雖然孟子沒有受到明師 當這個當世的這個指引啊 但是呢 他從經教裡面啊 也可以悟到明師的這個心法 足足相傳的這樣的一個真理大道 所以 以這個 以經為師啊 以古為師啊 以覺為師啊 那我們現在道場最可信的 最有公信力的 最無庸置疑的 那就是老前人的這些經訓 那麼我們研究老前人的經訓 能夠進入道的好 宗子好妙 那這樣呢 就是最好的途徑 老前人在這邊裡面講到 佛經 開經祭 他那一首話 那一首詩啊 得道 贏道 那就是用這個這首祭 無上聖身為妙法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那無上聖身為妙法 無上聖身為妙法 無上聖身為妙法 就沒有比這個再高 再高過去了 也就是說他已經是講到最圓滿的 沒有再高過去了 也沒有呢 比他更深了 他已經是最深了 那麼沒有最高的 沒有最深的 那個他到底是什麼 什麼樣的妙法 那當然呢 這個就是幫助我們 成就我們自己良知本性 我們內在佛性的一個根本妙法 那這個妙法是什麼 妙法 足足相傳 就是這個真道 那我們今天得道 得道了之後 我們就要想辦法來明這個道 那這個道是無上聖身為妙法 而且呢 百千萬劫難遭遇 你看你前一百年 你求不到道 後一百年 你也求不到道 甚至現在有人就已經在講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來傳道了 當然時局紛亂 我們實在是不得而知啊 但是如果說你是在老先人之前就已經求到了 那恭喜你 你已經有得到了 那你得到了 我今見聞得到了 我今見聞看到了 聽到了 你有沒有得到呢 你雖然看得到 聽得到 你有沒有辦法得呢 要怎麼得呢 你要受持 受持 受就是接受啊 持就是行持啊 所以老先人這裡講 所以老先人這裡講 明道修道 那你今天見聞的道 你要去修 你要去悟啊 你要去了解 那裝詞講 有真人 而後有真相 而後有真知啊 那他的這個言與視線啊 他才是一種真知啊 他所行出來的力量 那才是真情 所以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那麼你是不是達到真人了 真人的標準 就是你已經明星見性了嗎 你已經是誤後啟修了嗎 那麼在我們道場啊 實在是沒有一個人敢講 也沒有一個人願意承認 他已經開悟了 所以現在開悟的人啊 很難找得到 那老前人在世的時候啊 我們相信他已經開悟了 他也有他的這個神通啊 但是呢 他也不願意視線 那他不願意視線呢 他種種的這個言行裡面啊 這個言必有重啊 就是他講什麼 以後的發展就真的 如他所講的這樣子 那可見呢 老前人是個開悟的人 那他叫我們修道辦道 我們今天啊 要把修道辦道了 要把它說清楚 你修道的是修 修自己的脾氣毛病 哦 這個跟別人沒有關係 哦 這個跟別人沒有關係 那麼別人呢 考驗你也是在修你自己的 這個 修習的這種 業障 哦 修你自己 本來的 這種 良知本性 你的良知本性是圓滿的 其實沒有要修的道理 那因為呢 給你太多了這些 煩惱障礙 這有可能是 你跟人牽扯之外 或者是說你自己招惹出來了 所以呢 今天要去修道 哦 所以修道在這裡修 從脾氣毛病上修 從家庭生活裡面修 哦 從見聞覺知裡面去修 哦 從見聞覺知裡面去修 那麼要從見聞覺知裡面去修 這個是相當難 依現在眾生的根性 可能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哦 所謂反文字信啊 信誠無上道 那麼用六根的根性啊 來證明自己的根性啊 是圓榮無外的 哦 是大元禁制啊 照遍山河大地 宇宙萬物 所以宇宙萬物就是我的自信 哦 每一個視線 每一朝 每一末都是我 自信的場現 所以哦 風在吹音 好 鳥在叫了 太陽在造了 這個都是我們自信的呈現 這都是因為 新現世變 所造成的 我們這個視線的像 從這個像呢 看到我們的根性 從這個根性呢 知道我們那個 如如不動的道體 好 這個如如不動的道體呢 便須公禁法界 所以我們根本就沒有 沒有必要修啊 當我們沒有在修道的時候 哦 我們現在怎麼沒有在修道說 是指道場人來講 道場在講你要修道啊 你要幹 常常來道場啊 當我們沒有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其實你看 我們的自信啊 朗朗乾坤啊 都映照在 整個三個大地上 都顯現在這種 大圓禁制上 我們的阿賴也是 從大圓禁制變成阿賴也是 就是因為你自己想太多了 所以其實 其實修道 是 要你能夠放下 哦 孟子講 求其放心啊 那你如果不懂得放下 那麼你真的不曉得修道 哦 我們講 罪性本空 這種煩惱性啊 也是本空 我們大圓禁制 就是所顯現出來的 是這麼樣的 如如不動的一個 亂下亂入啊 但是呢 加了自己的喜好 加了自己的分別之後 就變成阿賴也是 反老即菩提這句話 那麼 這個呢 就是反文文字性的道理 你看到這一項 那就是呢 就是你的菩提啊 所以 沒有菩提也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了 當然也就沒有菩提了 所以煩惱即菩提啊 其實這個在講 我們是修道半道 修道半道其實就是在 明白這個這件事情 那我們要現在 我要解釋一下半道 什麼是半道 什麼是半道 半道啊 我們號稱呢 請人來佛堂求道 這個叫半道 但是呢 真正的定義啊 這個不是半道 這個叫點道 我們明師傳給我們法 我們明師傳給我們法 傳給我們這個 祖祖相傳的那一點啊 那個是點道 那麼點道之外的這些 這些儀鬼 或者是這些道場的禮節 或者是說這些神傳的動作啊 這些呢 叫做半道 所以半道在你沒有點道的時候 其實你都在半道 點道這個是唯一我們跟人家不一樣而已啊 其他的我們跟各宗各派各家 這個做法通通都是一樣的 好 那他們有他們的修法 他們有他們的這種儀鬼 那我們也有我們的修法 也有我們的儀鬼 其實呢 是大同小異 那最不一樣就是點道 所以呢 這個道呢 有加上明師的這種 這種點化的作用 有祖祖相傳的這種傳承的 命脈在裡面 所以當我們得到明道 修到半道 是要懂得 我們已經得到明師這一指點 所以我今見聞得授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我今天見聞授辭 這些明師交給我的這個大道 那我為什麼會見 我為什麼會聞 我如何受如何止 這個就是我們用功的地方 那願解如來真實意 如來真實意原則上是不用解 但是呢 你要放得下 你要 你要看得破 那麼如來真實意就在你的眼前 那所以說一東能破千年案 這個明師一指啊 點破了我們千年的魚詞啊 我們最大的幸運 是今天有道可求 有道可修 有道可辦 那如果說沒有求到這些事情啊 我們也沒有道可修 也沒有道可辦 那麼我們跟一般的 這個世間的宗教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我們是在修福報 我們沒有辦法修功德 因為我們看不到什麼叫功德 那天堂地獄這一面之間啊 那麼從現在起 你打掃自己內在的垃圾 不要把別人的垃圾 外在的這些污染 放在你自己的心中 喔 完全的洗刷乾淨 成為自己的 這種 新的蓮花果 所以自信天堂 自信禮天 儒家講的 大統世界 他沒有講 彼岸的 淨口 因為此案就是彼岸 那麼你到了彼岸 你沒有這個 你沒有這種清淨的心 你到了那裡還是會土 其實你根本到不到 那麼你在這裡呢 你有這個清淨的心 你 看了世間的這些現象 其實這個就是淨土 禮天就在這裡 所以想到 楞嚴盡那句話 我們今天呢 半道 結果才能夠成道 喔 得到明道 修到半道 結果才能夠成道 成道是存在 在自己的那種根性上 自己了悟到 那一份 這個清淨光明 喔 那個圓滿具足的 那一份自信 那所以說到其實不用說 到其實不用講 到其實不用修 但是呢 因為這個這個現象啊 太懸遠了 太無為了 太空洞 喔 眾生呢聽不懂 所以呢 儒家收遠 有它的意義啊 就是儒家專講你懂的東西 儒家專講呢 這些最基本的做法 你把人道做好了 你剛才那些禁忌 你就可以慢慢的成就了 你今天一下子說自信就是天堂 你說這裡就是禮天 那麼誰誰如何理解呢 誰如何感應呢 齁 大家沒有那個根性 更不要說誤會要啟修了 齁 我們呢 只能夠一步一步了 從得物之之誠意正心 修身 其家自福 平平下 這樣呢慢慢的來 來休息 那麼重要的呢 是在那個 去除的階段 所以修道是看誰去得多 誰捨得多 他不是看誰在道場多 在道場的一切啊 理啊 都是一些空洞甲井 啊 淨發水月 所以呢 老前人又告訴我們 自覺自修 自動自辦自搶 自覺是內心的要求 啊 效法天地 這個效法 這種日月 以救世救人為本 以大物為自己的分內事 所以天下事就是我的分內事 宇宙事就是我本 我的分內的事 那麼今天 我們地球哪怕了 齁 這個 小賓果的時代來臨了 那麼這個事情 是不是我的事情 對一個修道人來講 沒有錯 這個就是我的事情 那我要怎麼樣改變世界呢 改變世界的方法 就是從你自己 格物自治做起 那你要懂得 格物自治做起 那你就是有自覺的功夫啊 當然不但我要獨行 想想自己一生啊 到現在 對人 對事 對 對物 對道場 對父們 對於整個社會國家 對於師尊師母 你有什麼樣的貢獻 那麼你造了多少業 你想一想呢 你這一生 你是不是要懺悔 要感恩 有時候想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自覺的力量 如果連這些自覺的力量都沒有啊 那麼你就 你要自修 你要自辦 你要自想 這個 都是空口說白話 只有自悟 悟到我本來是 跟聖人是一體的 我本來就是佛 那為什麼別人成佛序了 我今天呢 還是在這裡 所以這個君 孟子他講到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 君子終身的憂慮是什麼 終身的憂慮就是說 遙順 為什麼可以成為遙順 偶爾只是成為一個匹夫 這個是君子終身的憂慣 你看孟子講的這句話是非常覺悟的說法 當一個人他沒有辦法了解到說他自己是那個遙順的本土 所以他做出來的事情 就是胡作非為 這個憂慎苟且順著他的習性啊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反正我就是這樣子 反正你要拿我怎麼樣 那這個越習成此啊 越心許就越嚴重 所以六道輪迴是越嚴重 好嚴重到最後呢 在地獄受苦 受苦到最後 才慢慢有一點 絕受的力量 那麼我們今天不要這樣子 我們今天呢 好不容易有名思 來傳道給我們 那麼又有人呢 來告訴我們 道的寶貴奧妙 那麼我們又可以借著民思的道 來成就自己 成就別人 好 來晚化世界 來這個治理事先 好 來評分一下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去做呢 好 為什麼不去做呢 所以 自覺 老天人要我們先自覺 以前是以苦為師 現在呢 以絕為師 絕是要自覺 絕不是人家幫你絕 不是經典 不是人家幫你絕 更不是先佛要幫你絕 你要自覺 只有自己自覺了 那麼你才能夠呢 在這六道輪迴的痛苦生命之中啊 超拔出來 這自覺為師啊 老天人講第二個自修 修生修心 要修到一心靜靜 要修到後天的這個秉性毛病啊 這個字號通通改掉 要修到人像我像 眾生像受者像 通通除掉 通通沒有 因為呢 這些呢 都是修到了大障礙 我們今天因為有 立在決心 立在這個良知本性上 所以我們發出的力量呢 那個是非常大的 那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必盡成就的 因為我是 我本來是佛 我本來是聖人 所有的我今天開始修 我當然已經可以成為聖人 那麼你本來是眾生 你想要修成佛 那是不可能 你如果認為你是眾生 你要用盡一切方法把它修成佛 那絕是 那絕對是 那絕對是 支箭立枝 支箭立枝是無名的根本 那麼頭上安頭啊 那不是呢 多此一舉嗎 增加你的痛苦 你就有頭了 你幹嘛還要安一個頭啊 你這個支箭上立枝啊 你想要在你的這個 眾生的秉性上啊 去把它好好的修 修修修修 不對喔 你的出發點是 你本來是佛 你本來是佛 所以眾生的這些 貪真摯的習性啊 這些 這些人像我像啊 這些呢 都是虛假不敢的 都是 都是 虛偽的 都是妄向 既然是妄向 當然 何然有真呢 它有什麼真的可以立呢 所以呢 一切呢 通通把它修處 這個是自修 修是要修到這裡修 我們今天為什麼不能像觀世音菩薩一樣 反文文字性啊 那就是因為呢 我們不曉得自己呢 是佛 不曉得自己是聖人 所以呢 我們會試著去反觀 反聽內在的聲音 其實呢 每一種聲音 都是內在的聲音啊 全世界 全宇宙只有一種聲音啊 佛叫做噩 噩的聲音啊 就是反文文字性 其實有一個聲音也不對 但是勉強為之聲音啊 勉強用一個聲音來代表所有的一些聲音 勉強用一個字來代表所有的一切真理真道 什麼字呢 那就是道啊 所以叫做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那這個是自修的功夫 自修的力量 自修上的覺悟啊 只有從這裡修 你才知道說你要怎麼修 所以老前人第二個講自修 第三個講自動 自動 就是自動自發 當然不讓於是 在今天明師傳道給我了 我有道 典人師也有道 學長有道 學弟也有道 那麼學長 典人師們 他們可以成佛 他們可以成為大仙 可以成為菩薩 為什麼我不行 老前人常常講 我們只是師兄弟啊 我們不是這個師徒啊 老前人不是我們的老師啊 但是雖然老前人這麼講 我們也不敢認為說 老前人是我們的師兄啊 畢竟老前人的得犯啊 那是太浩瀚了 太宏偉了 那是我們這個 自覺自修的一個好榜樣 那老前人就是因為自動 自動自發 那別人不做的我來做 別人不行的我來 所以啊 我們在這裡啊 後學要給大家一個建議 那就是在道場 當你看清楚目標之後 那麼當你發心修行 認準目標之後啊 你就要責無盤盤 責無盤盤 一心精進 那麼你最好呢 從一門功夫下 你不要博學多穩 因為博學多穩 不是我們的料 即使你是天才 你是天才 也不要 現在就博學多穩 所以博學多穩啊 一直成為我們道場 修道人啊 很大的一個忌諱 很大的一個敗筆啊 你看道場很多人 那個也會那個也會 哇那個也通那個也懂 通家啊 通家太多了 所以他就那個也監這個也做 那道場呢 民分都他佔去了 那後來的人沒有什麼機會 那除非他自己願意退休啊 不然呢 後來人都沒有機會 所以當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你要自動自發 你要自己去找出你自己的 這個功夫啊 功夫的入住啊 你不要管這道場 你有沒有地位 有沒有這個機會 你要自己去找機會 當然不行我來行 當然不委我來委 精進不野 鞠躬盡翠 所以後學建議一門深入啊 就是說你選擇一個 入手處 你選擇一個入手處 每天不斷地用功夫 你久了 即自然就會看到 那個功夫的窮熟了 後學很喜歡講 當時後學在火師團 少了佛堂 少了十一年 那段功夫啊 堅持到底 不肯放 不肯放棄 那十一年下來 好像也沒有看到什麼 但是呢 內在的智慧的漸漸增長 到一定的時機成熟了 哇 那就 那就了 可以了 登堂入室了 隨手拈來了 你看以前寫一篇文章 多難了 現在揮筆而舊 以前看那個古文 看迅文 那看不懂 現在一看了 哇 好像深入文字般若 以前要講一堂課啊 講十分鐘就講不下去了 現在來講啊 算是講一 言之有誤啊 希望能夠講出一點道理出來 這個人 這個就是什麼 你要一門深入 你要盡盡不已 你要自動自發 這是老前人教我們的 開創自己的前途啊 了自己的願 來到達通恩師的 到達父母的養育之恩啊 所以你看喔 我們今天 要來了自己的願意 要報恩要退恩 那麼你今天不是在道場做 你要知道什麼叫道場 扭 不是扭眼睛 唯磨心 執心就是道場 清淨心就是道場 那 菩提心就是道場 你公盡的心就是道場 哪裡不是道場 你不要一定認為說 在那個佛堂裡面 在大廟之中 那個有很多道清的地方 那個才能夠行功了願 行功立德 那個才叫道場 不是啊 其實那個不是道場 那只是一個道場的一個像而已 一點點的像而已 真正的道場 真正的道場在你的心啊 那你今天心 有沒有比昨天親近一點 有沒有比昨天公盡一點 有沒有比昨天有智慧一點 那麼你如果認為說你有 那麼你就是有下對功夫了 你真的有在一門深入了 你真的有在自動自發了 那道場 那道人表演從這裡道 從這裡聊 那不是據佛堂湊熱鬧 喔 據佛堂揚揚揚對白啊 這個完全是錯誤 那老前人就講自動自發 講得好 再來他要講自辦 自己辦 什麼叫自辦 那他說呢 誰修誰得 誰辦誰寵 這是否子 先佛說的 那自己呢 功身實踐呢 努力精進 無論呢 在創造事業 創造聖業 當然創造聖業的人 我們後來都知道 重聖重煩 但是呢 無煩不永聖 所以呢 我們堅固著煩業 只是呢 為了讓聖業 更加的綿綿不絕 這是自辦 所以呢你在這個過程呢 要吃苦耐勞 要呢 你要呢行持 這個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你要正己成人 你要呢 這個 度化眾生啊 這個是自辦 所以度化眾生 他是跟著鐵團絲 坐飛機到國外去 或者是在道場這樣爬爬走 那個就在 就在辦到 不是 你可以自己辦 你跟彭老夫子 他可以 他有誰依據了 他認為應該有教無類啊 他認為說 世民之通 都有人 可以有受教育的機會啊 所以他把講課的風氣 下放到民間來 他把李悅色育叔叔的這些 道理啊 道理啊 通通交給 世間的人 然後在之中呢 又把天命的道 傳給這些人 喔 有緣的者 者得啦 所以他成就了四倍使者 七十二賢 這個是自辦啊 哪裏是人家督促出來呢 所以啊 有一種現象很明顯喔 就是說 你在道場 越來越沒有機會 那尤其是呢 你如果不是 從頭跟到尾的人啊 人家督促到尾的人 你根本完全沒有機會 你看尤其以前在台北 台北道場 也是從頭跟到底啊 你把講師之後 想要說 在講課上好好發揮一下 根本沒有讓你講課的機會 因為呢 講師太多了 人才太多了 那在半道想要 打個毛巾 因為馬上有學弟還說 這個學弟做了 做就好了啦 你學長就不用做這種事情 你看 人家都搶著做 變成這個 辦調子的人 什麼也不是啊 什麼也做不好 所以沒辦法 只好自己辦 自動自發 自辦自窮 那你自己辦 你要 你要 有規劃 你要 我們說生涯規劃 你要有一個紅圖 的一個規劃 修道人 其實如果說你是有家庭的話 那你更應該兼顧家庭 跟夫妻一起策劃 其實呢 你到哪裡都可以辦到 當然你依重靠重 這個是很好的修行方法 但是今天呢 你得到了 你當然你就可以辦到啊 你就可以 這個去 去紅道啊 我們只是不能點到而已嘛 除了點完事可以點到 不然 什麼其他的事情 我們都可以做啊 所以要自辦 老先生告訴我們 自辦 就是我們要自己開出一條路 那我們建立說大家一門深入啊 深入到一定的境界啊 我們再來做 一門深入你可以選擇 我每天掃某堂總可以吧 用這個戒律的功夫 來達成自己的定功 成就自己的智慧 我每天看經典可以啊 我今天每天呢 唱善歌可以啊 你要把心收射回來 反為我那個自信 每天的功夫要下 這個是自辦 再來就是自搶 你要自立自搶 自搶要怎麼搶 人家說無欲則剛啊 這個剛才是搶啊 你如果被欲望所牽著走啊 你沒有辦法自搶 所以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克制自己的那一份 英雄苟且的怠惰 克制自己那種不良的嗜好 要以天下為己任啊 不管他能留我毀謹啊 要立德立功立言啊 你要有這個心心啊 立德立功立言 不要管別人 你要呢 這個正己從人啊 你自己呢 言情是否正 思想是否存正 你的所行所為是不是正的 你要先要求自己 那麼要求自己 你這樣才能夠強起來啊 你要怎麼讓自己變強 所謂成一家之言啊 你要成一家之言 你自己呢 要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 你才能夠強起來 強到可以成為一個大將 他們卻不如說我讀錢啊 不達目的絕不充值啊 我們的目的是放在裏天 記住目的不是一個過程 目的絕對不是說一個虛妄的假景 包括雲城躲結 那個雲城啊 都還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要知道我們的目的在裏天 好 我的目標就是要 不斷的去 往裏天去邁進 好 這樣才能夠講到 你要立約 你要報答天真實德 你要報答父母的大恩大德 好 所以要自強 君子自強不喜啊 所以自強之中啊 你一定要呢 每天不斷的持續去做 重複去做 好 這個已經做過的事情 重複去做 已經講過的話 重複去講 講到你熟人生巧 所以這個叫一門深入的功夫啊 一定要下 這是後學啊 最深層的建議 因為後學是個非常愚笨的人 愚魯的人 今天如果不是 關聖必君的加持 如果不是自己發心 要來講陶宇明聖經啊 那麼我今天沒有這樣的誤解 沒有這樣的誤見啊 也沒有這樣的這個知見能力啊 來講述這些經典 那麼我為什麼關聖必君會加持 因為呢 我自覺自修 自動自辦自強 沒有辦法大環境給我的 給我的這種 壓迫力量 我沒有辦法依重靠重 我只好自己來 在台北呢 人家也不會 要你 來到雲林 人家也不會想要你 所以呢 求了道之後呢 變成一個沒有用的人 好 那邊搞個機會 那邊要個工作 好像呢 求人家呢 能夠給你 行功了願 其實你行功了願 哪要求人家呢 隨時是機會嘛 你要自立自強 所以老全人講了這個 這五個方向嘛 那講得很好 自覺自修自動自辦自強 那講得很好 想想啊 事入風霜啊 是無人戀心的境界 那事情冷暖 是無人忍性的心地 事事顛倒是無人修行的資料 這個是古人的話 越坎坷的環境 越磨難的環境 越能夠讓我們激勵出 那種修道的奧骨 所謂挺挺七雙雪 你在這個冰天雪地之中啊 你能夠跟雙雪對抗 挺立在雙雪之中 這個是人世間的環境 即使你這樣欲重靠重 你還是要自立自強 你沒有自立自強啊 你隨順而流啊 你所做的都只是功德 都只是福德 到時候人家抱佛號的時候啊 你沒有抱到佛號 你只是一個普通人 那你不是失去這個大好機會嗎 啊 最近 我讓大家早安 有些人家 儒學家 那麼在中國歷派的儒學家之中啊 那常常因為他們的見智見解 啊 錯解了佛家的意識 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大儒者 他們在批評佛教的見解 那麼 那麼 歷史之中 批評佛家的儒 儒學家 有幾個代表 那譬如說 宋朝的朱西 那是 對佛家 有極力的排斥 明朝的 黃中西 那他也對儒家呢 也有很深的排斥 那麼他站在儒家的立場點 來批評這個佛教的觀點 那他曾經說呢 四四親親人民愛物 無有差等 是無策以策之心也 喔 這個佛家的親親人民愛物 它是沒有等級的 那麼佛家 講這個 同體大悲啊 這個同體大悲 它是沒有分親親人民愛物 那它是屬於一種超世間的一種見解 但是呢 黃中西呢 把他認為說 這是無側隱之心 那麼 取語不變 而行其不失 是無羞惡之心 啊 取語之間呢 他沒有辨別 也就是說 什麼 什麼該許 什麼不該許 什麼該給 什麼不該被 那麼在佛家的觀念呢 他認為 人是沒有分彼此的 那麼因為有分彼此 所以 會造成 貧富貴賤上的差別 你今天要打破貧富貴賤的差別 那麼你就不應該有 這種取語上的分別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一視同仁 對於 任何人 來乞討 你都不要有分別心 這個是行其不失啊 那麼行其不失 這個是佛家 他的一個基本的戒律 其實 三三都要去向民間去討 討吃的 那麼這種佛教的精神呢 到了 我們中國 卻沒有辦法發揮啊 那沒有辦法發揮的原因很多 我們中國的和尚尼姑 我們很少看到他們在起食的 要求人家捐獻布施的倒是不少 起食的很少 那麼黃宗熙認為呢 取語之間啊 他沒有分別清楚 所以呢行其不失啊 是無羞惡之心 沒有這種羞恥心啊 沒有這種善惡的分別心啊 那這樣呢 是孟子所講的無羞惡之心 那他說呢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是無慈讓之心 喔這句話呢 是當時釋迦摩伊佛 他出生在人世間 他所講的一句話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所有的一切天地萬物之中啊 只有我 是罪獨尊獨貴的 喔 這個是 你看他這個 用這句話呢 擷取這句話呢 事實上呢 有一點斷章取義啊 喔 他說是無慈讓之心 所以說沒有 遷退 沒有一種忍讓的心啊 喔這句話 那無善惡是 無是非之心 喔 無善無惡 那他講的是 我們的道德 心性上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黃宗希認為說 這個呢就是沒有是非 喔 在人之中啊 是非觀念是一定要確立的 尤其是儒家 這種春秋的精神 一定要有是非的觀念 那 黃宗希把他認為說 佛家這種無善無惡的觀念 是沒有是非之心 那其不知性者 由於不知心耳 然其所知啊 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 那這是黃宗希他所講的 他的意思是說呢 他不知道性 人的這種 人的這種 道體 人的良知啊 就是因為不知道 心啊 喔 他所知道的是什麼 是心的光影 心的影子而已 而非實相 那心的影子啊 所以呢 他才會認為說 沒有這個 測影之心 沒有修惡之心 沒有慈讓之心 沒有是非之心 所以佛家的見解呢 在黃宗希 先生呢 他認為說 只是心的影子 心的一個虚幻的 假象而已 不是真實 他說呢 知性 由於 不知性 由於不知心 那因為 沒有辦法掌握到 心的實體 所以不知道 我們的這種 這種性的到底 所以他認為佛家的見解 是 不夠實際的 那但是呢 這個見解啊 記載在真影集成 老前人的想法裡面啊 老前人認為說 此非釋迦之學也 乃後人 不得分傳啊 未遇迷思之典 妄猜妄義 妄行而 所以你看 老前人對於這些 這個 後來的這些儒家 不得真傳 沒有遇到明師指典 那他覺得呢 他們不但可惜啊 而且呢 還 妄加的猜疑 妄加的言語行為啊 造成了 妄上更妄 那麼明朝的這個 黃中熙 是這樣子 那麼可以想見呢 那麼大部分的儒家 事實上呢 也可能有非常地匹病啊 你看 在這個 宋朝的儒學家 宋朝的儒傑蝦 聯絡官民 這四派之中啊 五個 五個大儒生啊 五個大儒者 周東宇 周東宇 張宰 陳宇 陳宇 陳昊 還有呢 這個 還有這個 朱熹 喔 聯絡 官 民 那這些呢 這五個儒學家 他們當時呢 就沒有 民事的指授了 那所以 非常可惜啊 我記得 前人他也常常講 可惜啊 北宋五子啊 沒有 得到 民事一子 如果他們也能夠 得到民事一子啊 那他在我們今天的這種影響力啊 那一定是非同小可 喔 不是只有在那個字面上 的 那種理論啊 在互相的議論而已 那可見呢 他們的見解 還不是完全的見性 那我為什麼要提出這一段呢 那這一段呢 特別要強調 這個在道智宗旨裡面 他所要 傳承的意思 那道智宗旨 那這個意志呢 其實就是 祖師所傳下來的 心法 喔 喔 那個道體的傳承呢 那麼道 包括了五教 喔 道用五教的形式呢 來弘揚 道世間 能夠讓世間人呢 走向 真理真道 回歸本來面目 那所以你看 北宋五子 在於我們 求過道的 這樣的一個 門徒來說啊 北宋五子 就 有一點可惜 那我記得前人 還常常講 北宋五子今天如果來到 我們道場 求了明師一子 那他們的影響力 就不得了了 那可惜呢 他們在那個時代呢 沒有明師傳 傳訪 喔 所以呢他們讀書呢 書翻了又翻翻了又翻 翻到已經很熟了 翻到那個書都 都破掉了 然後再用醬五把它糊起來 所以前人還成為他們叫做書呆子 那書呆子呢 就是在 學問 知識上 用功夫文 那所以他們的有些 見解看法 都是 自己的一個想法 喔 老前人這裡所講的 忘猜忘義忘形 那當然這個是非常可惜 那我們今天能夠得到明師一子 那可見我們比這些北宋五子 宋明理學家 還要幸運 喔 但是呢我們卻沒有他們這樣的學問 甚至呢沒有他們這樣的道德 那這樣呢 這個叫錯用功夫了 那麼你得到明師一子的 這樣的一個寶貴啊 就失去他的這個妙用 所以我相信 北宋五子今天也有可能 轉世來到我們現在這個時間啊 那他也為了明師一子啊 在不斷的努力啊 你看佛 還這個 指示他的這些門徒啊 到了末法時期啊 一定要再來轉世啊 喔 因為末法時期啊 邪師說法如橫而上 你們要破解這些邪師的說法 並且呢引導眾生呢 導入這個佛的之間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相信呢 這些 這些儒學家 喔 這些呢 三教的高徒啊 可能都已經來到人世間 喔 在默默從事他們 這個道體的工作 喔 傳道的工作 那麼他們先前 所留下來的這些 忘猜忘義忘形的這些文章啊 那麼我們只能夠 說看看就好 也不要太在意 也不要被他們所轉 所謂不被法華轉 喔 那老前人 他用這一段文章 來評論 這個儒學 儒學家的見解 那可見呢 老前人是一個相當賤信的人 那老前人也相當有學問 那相當有學問呢 他會引用黃宗希的話 來講這個道體啊 那可見他也研究到了 所以在真言其成裡面啊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 這些古代的言論啊 喔 從老前人的這種 閱讀上之後啊 被摘錄下來 那加上了老前人個人的每一批 跟解釋啊 我們就更清楚 所謂道體的 所謂道體的 一個本來面目 它的一個真實貌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 要從佛經 楞嚴經裡面 那特別啊 把楞嚴經呢 對於 這個傅羅娜 尊者 他所問的這些問題啊 來呼應我們 接下來要講的 道之中指 所謂靜天地理神明 這樣的一個觀念啊 那楞嚴經的這一段是非常精彩 我們應該呢 有空來 引讀啊 但是道場呢 又不講楞嚴經 可是呢 很多講佛學的 這些 典人師講師啊 卻常常引用 楞嚴經的思想 楞嚴經的講法 那麼想必呢 這個楞嚴經呢 是一個很適合在道場 講授的一門學問啊 只是呢 他的理論呢 非常的深奧 喔 從我們現代的觀點來講 那是相當玄遠的功夫啊 所以一般眾生呢 一般的道親啊 他不一定能夠聽得懂 啊所以呢 要透過 研究的人啊 要把他更白化 更接近現代化 喔 把佛的思想呢 給表達出來 那富柔那主要是問什麼呢 富柔那主要是問說啊 一切的現象啊 如果是我們自信的follow的話 那麼為什麼 這些現象之中啊 應該是彼此不相容呢 喔 為什麼又會融合在一起呢 譬如說水火應該是不相容 如果我們自信呈現火 就不應該呈現水 呈現水就不應該呈現火 那為什麼同時可以又有水又有火 喔 這個又有地又有風 那這些三格大地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整個天整個地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那它形成為什麼不會違背我們的 阻礙我們的自信呢 所以在這一段裡面啊 佛呢有非常精彩的論述啊 但是呢 因為個人的 學識啊 所謂才書學潛啊 畢竟不能夠完全的 這個表達佛的意思啊 所以呢 只能夠說 大概是這個意思 讓我們呢 這些同修呢 瞭解 喔 佛在任於有這段的表述 那我們呢 我們呢 私底下再自己去研究 喔 跟同修之間呢 互相探討 那麼 傅羅那問 這個桑羅大地怎麼來呢 這些呢 眾生是怎麼來的 那佛一個很重要的核心點啊 就是呢 從自信上 發生出來的 那自信 不是無形無相嗎 喔 自信不是 沒有分別彼此嗎 那為什麼自信 這樣如如不動的一個到底 它會生出這些三個大地出來 那這個觀念呢 就有一點像 我們 這個中國人 道家所講的 無極 動和生太極 這個觀念 那當然因為呢 跟我們這個道家的思想啊 很接近 所以呢 有些學者懷疑 任言經呢 可能不是佛講的 那麼 那 是不是 忘猜忘憶忘行啊 這個是 留給歷史去公論 那麼 因任言經而成就的人 在歷史上呢 也是有 八載寒霜讀任言的故事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任言經是有功德的 開悟的任言 成佛的法華 那麼任言經因為呢 他不在武史判教裡面 喔 他不是所謂的 在波爾史 喔 這個 法華史 喔 涅槃史 或者是阿涵史 他不曉得 要放在哪一個 時代裡面呢 那 那這個任言經呢 也不曉得 應該放在哪一部的經典 哪一個範圍的經典之中 哇 很難放 喔 因為呢 他也不是顯教 也不是密教 可是呢 又屬於顯教 又屬於密教 那也不是說戒律 那也不是說這個經教 所以呢 很難判斷 那由於呢 這本說呢 太特別了 讀書一格啊 所以呢 不應該被 放在佛的這個 言論裡面 因此有人認為說 這本經啊 根本不是佛講的 那我們從八寨寒窗圖 讀這個故事啊 來說一說啊 那麼這本經呢 是不是佛講的 那麼有 民國初年 有幾個同修啊 八年裡面呢 都在研究楞嚴經 好 研究楞嚴經呢 這個其中呢 有一個姓柳的先生啊 啊 中藥鋪的老闆 那他呢 在研究楞嚴經之前啊 曾經有過 這些是非的官司啊 那麼因為這個官司呢 因而造成兩個人 自殺而亡 所以呢 我不殺柏仁 柏仁因我而死啊 這兩個人 跟他呢 跟這個劉先生啊 就牽扯了 這個夜陰果報的關係 那這個中藥店的老闆 劉先生 他在研究楞嚴經 一心向佛學習這個佛道 那在八年的時間裡面啊 專門研究楞嚴經 那嚴界道也有一點心得了 那有一天呢 他在睡午覺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睡呢 也不曉得 好像很清楚 又好像不清楚 很像在夢中 可是呢 又宛如實境 他就看到 他先前因為官司 而死的兩個 這些朋友啊 其實就是冤親在座 要來找他 他看到這兩個人 來到他的天部啊 他內心呢 佛有驚慌啊 因為他知道這兩個人已經死了 今天死的這兩個人 來到我這裡 肯定要找我算賬 那這兩個人來 這個劉先生 很驚訝的 不曉得什麼言語啊 那這兩個人問他說 劉先生啊 你還認識我嗎 劉先生當然認識的 等同是他們殺了 這兩個人 因為呢 他們這兩個人告官道書了 所得的 所得的利益沒有取到 所以呢 憤恨自殺 那劉先生呢 那劉先生呢 學佛知道這個因果 他點頭 好 說認識 還很科技的問他們 有什麼指教呢 那這兩個人呢 也很科技的說 我要求你超度我們 那這個劉先生啊 那這個劉先生啊 劉老闆啊 一聽說 要求他超度啊 心當然就比較安心了 可是他 何德何能 無貢無德 怎麼樣超拔人呢 那就問啊 超度可以啊 那問題是怎麼超度呢 這兩個冤親債主啊 就跟他講 只要你答應就行 那劉先生 還有什麼話說 好 我答應你 那也不曉得 要怎麼做 就答應他了 答應他之後呢 這兩個冤親債主啊 這兩個鬼魂啊 踩著他的這個 大腿 又踩到了 踩上了他的肩膀 就這樣跳上去 跳上去哪裡 就升天去了 兩個人呢 都是這樣跳上去的 都升天了 哇 他這個一 一覺驚醒啊 覺得非常的 難忘 覺得不可思議 那還有一次 同樣的景象 他的前妻 跟他的這個女兒 也都死了 還是來找他 求他超度 那他同樣 問了同樣的問題 啊 怎麼超度呢 他的太太 就跟他說 只要你答應就行 那這位劉老闆呢 當然一口氣就答應了 好 我答應你 那他太太呢 跟他這個女兒 也是踩著他的 大腿 又踩上肩膀 跳上天去 前前前後後四個人 都因為 得到他的 這個答應啊 然後都升天去了 哇他他覺得 很不可思議啊 那他到底是 他也沒有超度 也沒有念經 也沒有回向 那他是憑什麼 超度他的 這件事情呢 記載在佛教的 一個大德 好像是 地賢老 地賢老和尚 還是唐虛老和尚 他所寫的這個佛門的故事啊 叫做隱城回憶錄 一些學佛的心得 那可見呢 從他這個故事啊 我們知道 這個 楞严經啊 研究楞严經 就有這麼大的功德 可以超八人 那麼你說 他是不是佛說的呢 那是不是佛說的顯然呢 已經不是重點了 重點是 這一本經典啊 真的能夠幫助人家開悟 真的能夠呢 幫助人家成就功德 那他也沒有 做任何的動作 就專門在研究楞严經而已 可以超八他的冤親債主 不過我們從這個故事啊 也可以體會到 我們的冤親債主啊 累世累劫的冤親債主啊 哦 那可能呢 已經 從我們的身上獲得到 一點點的 加持 如果我們是真心 修煉的話 哦 實心來辦到的話 那我相信呢 他們都會 會沾光 那我們又是 得到迷失一指 又在這個 大道場裡面呢 學修講辦 那 那他們也很高興啊 他們也想護持你 希望呢 你有功德 然後你把你的功德還給他們 那所以說 從 從 從這件故事啊 我們要來講 任何金針本經啊 哦 大 大概的講 講到 為什麼 會有天地的產生 會有世間萬物 會有這些人類主權的產生 哦 大概的講到這一裡 那我們現在來講 佛陀回答 弗羅那 是怎麼說的 他說呢 因為呢 我們的決心啊 你想要去明白它 我們如如不動的到底啊 你想要去憎悟它 因為有這個想法 這個想法呢 是一個妄想 哦 知見立知啊 頭上加頭啊 這個是一個妄想 因為妄想 一直呢 在持續著 持續你的妄想 所以呢 就變成妄念 哦 持續你的妄念呢 就有一種妄的這個能力出來 所以呢 所 所計要力 乳 生乳妄的呢 無懂意中 赤熱寵意 那這個意思呢 那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呢 你的這個決心啊 在有所動作的時候 那就是無明的產生 無明就是愚痴 那無明產生了這個妄想 那妄想呢 持續呢 產生了妄 妄的這個念頭 妄的這個能力 不斷的相續而生啊 那無同意中赤熱成意啊 就是說 所有的這些眾生啊 無同 這個無是相同的 無是什麼 無就是那個 不動的 道體啊 那是相同的 那意中呢 意中呢 意中就是說 各有各的想法 哦 你決還要加一個明 決 明決 你這個悟 你這個 這個德啊 還要加上一個悟 那這一件事情呢 根本就是錯誤的 所以你想要 這個證悟 哦 你想要明明德 其實呢 這個動作呢 都已經是無明了 哦 在佛的想法裡面呢 人根本不需要證悟 根本不需要明明德 哦 因為呢 你想要明明德 你想要明心見心 想要證悟 結果呢 這個動作呢 讓你呢 妄上加妄 那因為有妄呢 所以呢 累積不斷啊 產生了各種的 妄 妄的能力產生了 那麼如果一動呢 一動就產生了這個 這個 沉勞干擾 也就是說你這個 這個妄想啊 不斷的持續下去啊 那這個煩惱就產生了 這些沉勞啊 沉勞妄想 分別執著 這些呢 都叫做煩惱 有無明煩惱 沉沙煩惱 各種的煩惱呢 因而產生了 那我們 那我們 在佛家所看到的 所謂的煩惱啊 不是說 你所擔心的事情 這是一般人的講法 佛家所說的 這個煩惱 它是指起心動念 那人的起心動念啊 因為太過細微啊 那個細微 細微道呢 連自己都沒有辦法察覺 人的那個小小的波動啊 人的智慧沒有辦法了解 只有佛菩薩可以了解 那所以呢 佛曾經問彌勒 菩薩 他說人的這個妄念啊 到底呢 一秒鐘 一撒那之間 到底有多少妄念 那麼 彌勒菩薩 他的回答是 這個 十二萬百千兆 那這個數字呢 我們說 聽聞數字 我們不曉得 怎麼樣形容 應該說十二萬百千億 那麼 一個念頭 一個 一個撒那之間啊 就有這麼多的 一個 妄想 妄念這樣 閃過去了 所以你才知道說 人的這個妄念呢 會產生各種的畫面 那這些畫面呢 如果在這一撒那之間的妄念 統統把它放慢來看的話 就形成一部電影 一撒那而已喔 一部電影喔 那麼我們 雷劫雷是有多少個撒那 不曉得多少 無限個 無限個電影這樣組成起來 成了我們的 歷代的因果 好 我們先 再講 因為有這個妄念 那麼妄念起的時候 就成為世界 妄念進的時候呢 就形成虛空 這個色量元經 佛所講的道理 喔 就是說你這個妄念 沒有這個這樣擾動的時候 那是一個虛空的狀態 所以虛空也不是道 那麼起的時候 起就是妄念開始流動了 開始晃動了 妄念在靜止的狀態 就形成虛空 我們說宇宙 所以宇宙其實上也不是虛空 宇宙呢 它那個心底都不斷在流轉 我們不知道而已啊 我們如果透過科學家的知識 我們會知道 每一個心底都有它自行的運轉 自行的能力 自行的爆炸分裂 或者是說結合成一個具象 所以呢 就成為一個宇宙 那世界呢 世界就是這樣形成的 它形成了一個星球之後 那這裏面呢 就有所謂的地水火蜂 就開始慢慢的漲成 虛空為同 世界為意啊 彼無同意 真有為法 那麼那個虛 那這個虛空為同 就是說 無形的虛空 這個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眾生呢 所有法界的眾生 相同的就是那個 無形的虛空 那有形的 有形的世界就不同 有形的世界 比如說我們人 人跟鬼的世界就不同 那人跟天人的世界不同 哇這個以後我們有時間會講到 那麼彼無同意啊 真有為法 那彼無同意啊 也就是說 這個本來沒有同意啊 沒有所謂的同跟義啊 那為什麼現在呢 還有所謂的虛空 還有所謂的世界呢 那是因為呢 有這個妄想的 有妄想的產生啊 本來是這個 我們親近的絕明之體啊 那個道體啊 都是一樣的 也沒有所謂的世界上的不同 因為呢 道體的真相裡面啊 所謂實相之中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 宇宙世界 但是呢 一切有違法 一切有違法 因為因緣變化的不同 所以呢 就產生了這個天地世界的不同 成為真正的有違法 有違法就是我們看的這個 現象界 你包括宇宙 山河大地 這些呢 都叫做有違法 那所以 這個虛空跟世界 於是就產生了 那世界產生 其實 世界就是指 星球的 啊 星球 啊 我們人類來講就是星球 那其他眾生呢 就是他們居住的環境 那世界呢 是由地水火蜂 所主持的 那所以 佛陀又解釋了 那地水火蜂是怎麼形成的 它說呢 絕名 空媚 相待成瑶 故有風輪 指齒世界 我們聽到這裡 看到一個 名詞出現了 就是風 風輪 風輪是怎麼產生的 因為呢 絕名空媚 相齒為咬 絕就是我們的到底 明暗 就是說 我們想要 了解到底 去證悟到底的這個 這個想法 就產生了 空媚的現象 就產生虛空 光明 還有昏暗的現象 那麼 到底本來是光明的 想要證悟到底 這個是 昏暗的 昏暗跟光明 不斷地在交錯 這種暗 光不斷地在交錯之中 相待成瑶 所謂 影音的這種交融 這樣互相的照應 所以呢 就產生了一個風 風輪 那佛教的風輪 就是一個搖動的 一個流動的 或者是一個變化的現象 所以叫做風 風是動的 所以呢 就叫做風輪 所以在佛教裡面 只要是動的 就是講風 就是用風來比喻 所以本來世界 世界是一個空的狀態 現在呢 因為呢 光跟暗互相交錯 所以呢 形成一個動的現象 那這個動的現象呢 就叫做風輪 風輪不斷地產生啊 那陰空生涯千民立愛啊 因為空 不斷地被這種 妄念 還有呢 這個道體啊 互相交錯 因為道體 有產生妄念 那妄念呢 就形成那個影像 那妄念是昏暗的 到底是光明啊 光明跟昏暗之中 互相 互相的滾動啊 喔 堅明立愛啊 就 就有所謂的 明的產生堅固的現象 喔 那愛的呢 愛就是阻礙 愛就產生了 喔 就是在這種光影的 交錯之下 就產生了 一個 現象界的實體 出來了 所以你看 能量能夠產生物質 職能互換啊 這個是科學家已經證實的事情 好 那麼能量聚集久了 它就成一個形狀的樣子 所以呢 地球呢 聚集久了 就形成 在從這個地水火風的樣子 形成一個地球 那所以你看喔 空輪 空 產生了風輪 風輪的滾動 就產生了 一個 金輪 喔 這個金輪啊 這個金輪的意思啊 就是一種堅固的製作 喔 因為這個 這個想法 這個妄念啊 太過堅固了 太過固執了 那你太過固執了 就會產生阻礙啊 但是你的到底是光明的 是通暢的 是通暢的 所以主愛跟通暢呢 互相講過 他說呢 不患無畏 不患無畏 患所以利 那孔子的意思呢